一辆汽车行驶在幽静的公路上 司机小伙一个没留神 撞到一只横穿马路的小路 小伙则有些手足无措的下车 发现这只路已经凉透了 正在他惊魂未定时 忽然看见自己爱念多年的女神一面走来 所有的恐慌和不安瞬间消失 等他和女神打完招呼 想要再说起刚刚的车祸时 却发现那只死的不能再死的路居然不见了 司机小伙满脸的不解和疑惑 可在女神破天荒地邀请他们 参加今晚举行的狂欢派对后 两人立即将装路的事情抛在脑后 司机小伙叫做本 旁边的好基友叫做皮特 同时也是女神的亲弟弟 他们二人和另外一个小胖 是镇上赫赫有名的童子军 他们的宣传誓词是 勇敢无畏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不过现在这一套显然已经过时了 连续几年他们都没有招募到新的小伙伴 教官为了鼓舞士气 决定今晚来一场野外露营 小胖听了很高兴 可是皮特和本切乐不起来 他们今晚还有个狂欢派对呢 教官早早出发前往露营地点 走在山间小路上 忽然听到奇怪的声响 靠近草丛时 被一只发狂的小鹿扑倒 情急之下 教官抽出随身带的小刀 插进了他的脑袋 可还来不及松口气 就被一只突然出现在身后的丧尸 咬断脖子 这只丧尸生前是一家实验室的科研博士 就在前一天晚上 因为太饿前往走廊买辣条 切不想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便给小镇带来灭顶之灾 十分好奇地四处打量 无意中撞坏了连接实验患者的医疗仪器 导致对方瞬间没了心跳 清洁小哥大急 又是心肺复苏 又是人工呼吸 胡乱折腾下来 患者居然真的醒了 不过已经变成了一具毫无意识的丧尸 清洁小哥瞬间领了隔饭 这时候科研博士还在售货机旁呢 可怜他到死也没吃到心爱的辣条 三个童子军也在不久后到达露营地点 虽然迟迟等不到教官 可并不影响他们安营眨在 到了晚上 等小胖睡着之后 本和皮特准备开车去参加派对 没想到刚发动汽车 就被小胖发现了 皮特和本一直被同学们嘲笑成童子鸡 其实早就想退出童子军 只是碍于小胖的狂热 才忍受到现在 三人最终不欢而散 卡特和本前往派对的途中 发现马路上空空荡荡 连超市的大门都被人砸碎了 本盈盈感到有些不安 皮特更是发现 拖衣舞俱乐部门口的魁梧保安不见了 他早想进去渐渐失眠 苦于门神一样的巨汉 一直没能得伤所愿 现在这正是千载蓝逢的机会 皮特想都没想 就拉着本跑进了俱乐部 可奇怪的是 里面居然一位客人也没有 两人转了好大一圈 才看到一位身材妙慢的舞女徐徐走来 靠近时才发现 对方居然是一只丧尸 与此同时 保安魁梧的身影再次出现 面目真灵张着雪盆大口 向二人冲了过来 卡特和本一看大事不妙 仓皇逃跑 躲在厕所的本被逼进了绝路 就在丧尸保安推开门的瞬间 忽然一声枪响 丧尸被爆头 来人居然是一个身材娇好的酒吧妹 他和本白天在超市中见过一面 本用童子军中学来的打劫手法 给他接上了断掉的背带 酒吧妹为了感谢 还特意帮他买了几箱啤酒 三人逃出俱乐部后 顿时就蒙圈了 满大街到处都是丧尸 本赶紧开车带他们跑路 可这破车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撞到一根杆子后 轮胎都飞了出去 拳怪上午撞死小路之后 灯块轮胎时没有上紧螺丝 酒吧妹只好挺身而出 在前面阻挡着丧尸大军 本和皮特拼了老命装着轮胎 这些丧尸虽然速度慢 但也有宁内 四肢饶地的丧尸可要敏捷得多 好在他们三人 总算在丧尸赶道前启动了车辆 作为良好市民 几人遇到困难后 第一时间想到的自然是报警 现在电话打不通 只好亲自来到警察局寻求庇护 可想不到这里也被丧尸攻陷 眼看着越来越多的丧尸朝这里涌来 皮特几人只能不断撤退 最后被围困在一间看压犯人的铁笼里 将大门锁死后 虽然看似安全了 但也算是陷入绝境 不过皮特神经够大条的 在这种环境下还想着睡个好觉 忽然警察局外面传来汽车音箱的声音 将所有丧尸都给引了出去 居然是小胖这个机灵鬼 原来他在营地建本和皮特离开后 便独自一人来到教官家中 可房间中半个人影都没见到 小胖转了一圈正准备离开时 正好装见刚刚回到家中的教官 不过他此时已经变成了毫无意识的丧尸 不由分说就朝着小胖扑去 小胖虽然胖 但也是个灵活的胖子 况且童子军神迹扎实 奇招进出 最后成功战胜了教官丧尸 他觉得事情不对 于是赶紧来到警局求助 且在门口意外看到了本的汽车 毅然放下之前的不快 勇敢地过来替小伙伴们解围 小胖当了十几年童子军 不是白混的 开索神迹派上用场 终于将他们给救了出来 几人迅速离开警察局 将所有丧尸关在铁栅栏后 总算暂时脱离了危险 几人随后决定不行离开这座城市 在路上他们又遇到一只丧尸 小胖想起在童子军中的生存本领 当遇到敌人时 应该比对方更凶狠 不过这招并不好使 好在一声枪响 原来是个军人及时赶到救了他们 随后众人从他口中得知 镇上爆发了一种可怕的丧尸病毒 军方已经撤离了一部分生存者 并封锁了边界 本忽然想起 自己的女神还在参加狂欢派对呢 他们肯定没有撤离 于是在军人的护送下 几人来到派对地点 可这里一个鬼影都没有 这时候皮特才发现 之前得到的居然是个假地址 肯定是女神的追求者使得坏 就在这时 受伤的小黑突然变成丧尸 并袭击了酒吧妹 酒吧妹人狠话不多 用车门直接将丧尸拍死 随后车里的对降机响了起来 几人得知由于病毒已经失控 军方将在两小时后炸掉小镇 本顿时有些慌乱起来 女神可还在狂欢派对呢 就在这时 皮特突然想起 姐姐有写日记的习惯 她一定会把派对地址写在日记中的 于是四人立即遣回到皮特家中 在寻找日记的时候 他们又遭到丧尸围攻 四人快速回到女神的卧室 将丧尸都关在了门外 可眼看着他们随时都可能破门而入 皮特想到一个办法 借着楼下的跳床 从二楼一跃而下 顺利逃到了小院外 其他人纷纷效仿 轮到本时 恰好看到从柜子里散落出的日记本 她迅速捡起来 转身跳出了窗外 随后四人组在邻居家找到辆汽车 一路扬长而去 他们经过商量 决定缤分两路 酒吧妹独自骑着摩托车去联系军方 其他三人按照日记本的地址 去解救女神 仿佛一瞬间 这三个童子军就变成了真正的军人 他们在一家超市 利用童子军本领 很快将自己武装起来 另一边包括女神在内的一众小镇青年 随着音乐疯狂地扭动着身体 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巨变 不久之后 丧尸终于冲了进来 现场顿时混乱一片 大批小镇青年成为了丧尸的口中餐 女神虽然没有立即逼命 但是也到了山求水尽的时刻 一声清脆的口哨声响起 现场忽然安静下来 巨大的舞台上 童子军三人闪亮登场 他们利用自制的武器 当真是无往不利 瞬间在丧尸群中杀出一条血路 终于和女神成功会合 将她和其他殉存者 引到门后的过道中 童子军三人毅然选择留下来断后 将过道大门死死锁住 独自面对成群的丧尸 可丧尸的数量实在太多了 他们渐渐有些体力不支 弹药也即将用光 众人边杀边退 躲进了篮球馆 唯一的出路被丧尸堵得严严实实 小胖果然是个人才 居然从背包中拿出一个自制炸弹 打算和丧尸们同归于尽 就在这危难时刻 九八妹从一个垃圾通道中探出头 给他们找到了一条求生之路 最强童子军小胖再次大发神威 在跳入垃圾通道之前 引爆了自制炸弹 大批丧尸在爆炸中灰飞烟灭 几人终于再次脱险 同时也迎来了大批部队的接应 军方的安置营地 本在九八妹的鼓励下 大步上前将女神涌入怀中 看着好友搂着自己的姐姐一顿乱啃 卡特的脸上露出了郁闷的神色 向一旁大声叫好的小胖问道 本的母亲叫什么 好了 以上就是童军手册 知丧尸启示录的全部内容 本片可以算是 《众多丧尸片》中的一股清流 虽然有些不按常理出牌 但是全程紧张刺激 同时又带着青春热血和荒唐搞笑 阿琪建议大家去看看原片 绝对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